记者陈云桃园报道,40岁张信贯妾7月起在卢竹,巴德地区犯下多起住宅妾道案,桃园施卢竹,巴德警分局组专案小组,分析发现及起妾案不但作案舍法相同,而且都发生在星期天傍晚,进门后还会先到厨房拿菜刀,以免遇到屋主返家,被称作菜刀大道,追查后锁定有多项妾道。 毒品前科的张信男子,昨天将其具体到案讯后一送桃园地检署。 警方指出张贤平常四处打零工,也借机观察,选定家中无人的毒洞或集合适透天错,会先将机车停在100至500公尺处,换好桩再走到住宅后方,以铁剪切管器等工具破坏门窗后进入,未必免行窃失封, 而且一进门会先到厨房拿菜刀,以免突然遇到屋主返家,因此被称作菜刀大道。 警方表示,历经数月搜证侦查锁定张贤后,昨天特别挑戴他习惯犯案的星期天执行查器,果然在他准备再度犯案时将其具体起货薪台币127,781元,美金2万元,今是210。 5克等赃证物 警方表示,虽然张贤对案情间不吐石,但查后存折后发现去年10月张贤的存款只有58元,但今年窃案发生后9、10月间,经常一天之内有多比10至15万元的存款记录,短期内存款突然爆增到115万元,显示来源不正常。 讯后依加重气道最嫌疑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